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读一次好吗 再来读一次 请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这里富足的英文翻译很精准 就是有钱人的意思 贫穷是今天很严重的问题 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我认识一些有钱人 他们有钱的程度 真的超过一般人能够理解 但是我也认识一些贫穷的人 贫穷的程度也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过去几年 不管我在东京 在纽约 包括在洛杉矶 还有旧金山 我觉得最让我能够触目惊心的就是 一个这么富裕的社会 这么大的城市当中里 游民多到不行 特别是在洛杉矶跟旧金山 那个游民真的是多到不行 在旧金山也是一样 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贫穷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今天我不是要探讨贫穷的原因 我们要明白的是贫穷不是祝福 我之所以要讲这篇信息 有很多的原因 就是刚刚我敢讲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而看到贫穷变成是今天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而贫穷的原因不是我要探讨的 但我要这里要分享的是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贫穷不是祝福 耶稣本来富足 却为我们成了贫穷 目的是什么 因为祂使我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所以你很清楚地看到圣经 圣经神并不要我们贫穷 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来 耶稣也为我们的贫穷而来 贫穷真的不是祝福 当你贫穷的时候没有钱 你付不起孩子的学费 请和一看 你付不出房贷 房子要被拍卖 你赚的钱大部分拿去还债 可能五分之四 三分之二都拿去还债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连吃饭 都有问题 日子过得困苦跟窘迫 我自己过过贫穷的日子 我真的知道贫穷不是祝福 我二十八岁来到台北工作 满脑子想要发财 所以我就进了证券公司 真的神很祝福我 那时候我祷告进去 我一年赚了将近五百万 那时候的薪水 那东区一瓶房子才十六万而已 那时候我没有梦想 我就是逛街就买了一部 八十万的Golf这部车 所以那Golf很好油 所以我现在不开德国车 我最后负债 当我负债的时候 五百万都赔光了之后 我看你连加油都心惊胆跳 连加油都心惊胆跳 那时候为了付支票的钱 还跪在地上对统一发票 结果没有中 你就发现当没有钱的时候 每一分钱都是大钱 我过过贫穷的日子 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 我真的知道贫穷不是一个祝福 没有人想要贫穷 贫穷有很多的原因 但我希望你相信一件事情 贫穷绝对不是神对你的心意 富足才是神对你的心意 所以你看见神的旨意 祂很清楚 祂要你成为一个富足的人 祂本来富足 却因为我们而成了贫 因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主耶稣原来是富足的 祂是神的儿子 祂与神同等 整个宇宙 千山的羊万山的牛 整个世界天上地下 都是属于主耶稣的 没有人比耶稣更富有 但是祂却为了我们的缘故 祂放弃一切的所有的尊荣 放弃一切所拥有的一切 祂成为人的样式 祂最后 祂几乎是一无所有 一丝不挂 被挂在十字架上 祂几乎是完全贫穷 一无所有的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十字架是罪的咒诅 贫穷的咒诅 一切的咒诅都在十字架 十字架是贫穷的记号 耶稣成为贫穷 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贫穷 是有目的的 好像在这里所讲的 耶稣成为一个完全贫穷的目的 是叫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所以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 贫穷绝对不是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 富足才是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 富足才是神对你的心意 神希望你富足 而且富足 圣经告诉我们是主耶稣的恩典 很宝贵的一段的应许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的贫穷 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所以你看见富足是主耶稣的恩典 我们可以成为富足 完全是主耶稣的恩典 既然是恩典 得到恩典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信心 你要用信心去领受那富足的恩典 你要用信心去相信 不管你贫穷的原因是什么 那不是我们要探讨的 但有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是 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了你贫穷的咒诅 哈利路亚 祂的贫穷要代替你的贫穷 因为这是恩典 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用信心去领受 恩典是给有信心的人 Amen 你要相信我们可以成为富足的人 因为这是神的应许 所以你看到神祝福亚伯拉罕 赐福一直是神的心意 不变的心意 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二节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你看圣经讲话很肯定 必必必必必必 这是我们教会很重要 经历神引会很重要的核心经文 当亚伯拉罕顺服神 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他开始走在一条蒙福的路上 所以你看到圣经形容 亚伯拉罕他经营深处极多 多到一个地步 在伯特利已经容不下他了 所以他才要跟他说 跟他的侄子罗德说 没有分开 因为神大大的祝福他 金子银子深处极多 神祝福他 好像一个尊大的王子一样 神拣选亚伯兰 神祝福亚伯拉罕 所以你再看 神也祝福以撒 创世纪二十六章 十二到十三节 以撒在那地耕种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 日增月圣 成了大夫妇 即便是在一个饥荒的日子 神对以撒说 你不要下埃及去 你不要走世界的道路 你要留在应许之地 在应许之地 你在那里耕种 你就看到那一年 上帝让他经历一个百倍的修成 因为神的赐福 他昌大 日增月圣 他成为大夫妇 所以你会看到 神祝福以撒 以撒不是穷人 以撒是大夫妇 即使是在一个荒年的日子里面 你看见深夜祝福雅各 创世纪三十二章九到十节 雅各说 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 我父亲以撒的神 你曾对我说 回你本地本族去 我要后待你 你像仆人所思的一切慈爱和诚实 我一点也不配得 我先前只拿着 我的帐过着月旦河 如今我却成了两对 好喜欢这句话 我常想我一个人到台北 就起一步野狼一二五 两件衬衫 一条裤子也是这样 现在我不是成了两对 好几对感谢再美主 我常常读到这句话就想到我自己 一个北漂的一个青年 我看到神祝福我 当雅各脱奔拉班时 一无所有 只有一根杖过河 过了二十年 他回到迦南地成了两对 他知道神是赐福他的神 神是保护他的神 神没有让他空手而回 即便雅各的一生 极为坎坷 经历很多的艰难 很多的痛苦 但是雅各是个有钱人 神赐福他 整本圣经都教导我们 神是赐福的神 弟兄姊妹们 当神拣选了你 当你成为神的儿女 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要你贫穷 神的心意是要你成为富足 所以我要说的是 不管你贫穷的原因是什么 但有一件事情是很肯定 很确定的 当你成为基督徒 神的恩典要使你脱离贫穷 要成为富足的人 哈利路亚 用肯定的信心来相信 你看到耶稣这样说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这是耶稣亲自说的 耶稣说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要教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有人说耶稣讲的这里 更丰盛的生命 指的是属灵的生命 不是指物质的生活 但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 生命是整体的 生命是一个整体的 当耶稣应许我们一个 更丰盛的生命 当然包含物质的生活 你知道约翰三书第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意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意思是 意思是当我们的灵魂 都有多兴盛 你会看到 我们在物质上的祝福 我们的身体的健壮 会跟灵魂一样的兴盛 哈利路亚 当你的灵魂是兴盛的时候 你整个生命都是兴盛的 所以我们肯定的说 当一个人在物质上很丰盛 不一定在灵里面是一样的兴盛 可能你物质上很丰盛 你很有钱 但是你可能灵里是贫穷的人 这个是可能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灵魂 是很兴盛的 肯定他在物质上 也会成为一个富足的人 说阿们 说阿们 你看到整个历史也一样 那些曾经 我说曾经 曾经的原因是 他们现在已经沉沦了 那些曾经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 那些欧美的国家 每一个都是非常兴盛的 每一个 你会看到 每一个宣教 在宣教的这些事工上 宣教是拆派最多的国家 都是兴盛的国家 所以你从欧美看到 甚至北欧你看到 都可以看见 那些基督教文明的国家 都是非常富足的国家 我们可以理解 即便他们现在已经 我们说他们可能是 后基督教的时代 但他们曾经 当他们曾经 他们是一个 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的时候 采派大量的宣教士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 每一个国家 都是非常兴盛 非常富足的 这是在 我们在历史上 都可以这样看见 都可以这样看见 那么什么是富足呢 富足这个字 翻成Lich 原来的意思就是强调 富足这个意思的 希腊文的意思 是强调物质上 有充分的供应 用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有钱的意思 这包含在 更丰盛的生命里面 有钱 不缺钱 才叫做富有 因此富足的基本的指标 富足基本的指标 Lich 基本的指标 就是要有钱 如果你没有钱 如果你没有钱 你一直都很缺钱 你不能够叫富足 那不能叫富足 即使你灵命很好 你也不能叫富足 但是你们必须明白 金钱是基本的指标 是重要的指标 但是不是唯一的指标 什么是富足 应该是有钱 再加上一些东西 才叫富足 你当然要有钱 但是要加上三个东西 才能够叫做真正的富足 第一个要加什么呢 就是富足是一种态度 要知足 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说 只要有义有识 就当知足 世界首富 台湾首富 当然是有钱人 但如果有钱不知足 林里面是贫穷的 不是真正的富足 所以富足不是比较来的 富足不是比较来的 而是知道神供应了我们 所需要的一切 因此我们里面有一种满足 我们里面有一种感恩 不是一直觉得不够 不是一直觉得不够 真正的富足 是一个有钱 还要加上一个知足的心 这是一种生命的态度 不只是有钱 不是比较 而是觉得在里头很满足 很感恩 知道神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 第二个 富足是一种平安 有钱还要加上平安 才是真正的富足 我们在福音六章二十五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金钱不能够解决忧虑 金钱也不能够解决恐惧的问题 如果我们以为 只要有足够的钱 就无忧无虑了 是这个样子吗 金钱真的可以减少很多的忧虑 如果你的钱足够 不用担心没有饭吃 你可以不用担心说 没有房子住 你可以不用担心说 被房东赶走 你可以有 真的可以减少很多的忧虑 但是我也告诉你 金钱也可以增加很多的忧虑 金钱也能增加很多的忧虑 没有钱的时候 好像也不用想那么多 像一有钱的时候 台币贬值 升值 如果你有股票 股票涨跌 如果你有很多房子 房子涨跌 没人都关心 没钱的时候 关心这干什么 只要关心 有饭吃就可以了 感谢赞美主 好好的服侍神 所以你知道 有钱不能够解决忧虑的问题 这是另外一回事 没钱会失眠 但有钱人都睡得很好 是这样子吗 而且倚靠金钱的人 最后成为金钱的奴隶 而且金钱也不能够胜过死亡的恐惧 你有钱你就不怕死吗 你有钱就保证你不会生病吗 你有钱就保证你不会害怕吗 你跟到怕死的人成为死亡的奴仆 金钱不能解决这个 如果你很有钱 你钱是很充足 但是里头没有平安 那不叫做富足 只有倚靠神 才能有真正的平安 而当你有平安 你才是真正的富足 所以你不能光有钱 你还加上什么 要有平安 这才叫做真正富足 如果你真的以为说 我只要有足够的钱 我就一定会有平安 是这个样子吗 你自己说呢 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有钱人 你真的觉得 觉得有钱就有平安吗 有钱可能更没有平安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你有钱还要加上平安 这个才叫真正的富足 第三个 除了你有钱还要加上慷慨 富足是一种慷慨 那吃种给撒种 吃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叫你们凡事富足 可以多多施舍 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 你看这里讲凡事富足 不是只有钱而已 富足不是只有钱 而是愿意把多的钱 而是愿意把神给我们 给我们的祝福 愿意把多的钱 施舍给穷人 这是一种慷慨 而且可以叫缺乏的人 因着你的慷慨的施舍 他们因此而感谢神 因此富足的定义 是懂得懂得分享 一个真正富足的人 不是把每一个都抓在自己的手上 苛刻地对待别人 苛刻地对待自己 没有 他很慷慨 圣经讲金钱是一个种子 那是一个仁义的种子 当你把金钱洒出去之后 那是最好的投资 会结出仁义的果子 叫人因此而感谢神 所以什么是rich 什么是真正的富足 金钱要加上知足 金钱要加上平安 金钱要加上慷慨 这样你就是真正一个富足的人了 好 当我们明白富足的定义 今天我要分享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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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 就是 到底我们要如何脱离贫穷 成为富足呢 造成贫穷的原因很多 可能是贪婪 像我过去年轻的时候贪婪 有可能是原生家庭 有可能发生战争像阿富汗 有可能有各种的原因 但是不论造成贫穷的原因是什么 不论现实的环境 有多令人绝望 圣经教导我们 一个很清楚 很重要 一个脱离贫穷 成为富足的属灵原则 我今天要分享这个最根基的属灵原则 因为如果你不抓住这个原则 你后面我要讲的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意义 但是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个属灵的原则 我肯定你会成为一个富足的人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这个最重要的原则 下一次才分享 如何具体的去做 这个最根本的原则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 我们脱离贫穷 成为富足 最关键的一件事是 你要以信心去领受富足的梦想 大家一起跟我说 以信心领受富足的梦想 每个字都很重要 当你成为基督徒 不管你现在的经济状况有多糟糕 你的处境有多么绝望 不管造成你贫穷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是原生家庭 过去贪婪无知 整体的大环境 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脱离贫穷生活 最重要的 最大的突破关键就是 你要在基督里 以信心领受一个富足的梦想 我是神的儿女 我不可能贫穷 当你成为基督徒那一天 你就必须用信心相信 我不可能贫穷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富足的人 哈利路亚 富足是在基督里的恩典 富足是在基督里的恩典 而信心是领受恩典的管道 当你明白富足是在基督里的恩典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富足的人 你必须用信心去领受这个恩典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创世纪十五章五到六节 那时候射完王子战之后 神看到亚伯兰 他说索多玛王的一根针 一根线他都不要 他是敬畏神的人 他要奉献十分之一给杀人王 神很肯定他的信心 所以创世纪十五章一开始 神跟亚伯兰说 不要惧怕 我要成为你的盾牌 我必大大的祝福你 亚伯兰很兴奋吗 亚伯兰说神要祝福我很兴奋吗 没有 没有 你去看创世纪十五章 他很沮丧 他怎么回答呢 神说我要祝福你 大大赐福你 他没有很兴奋 他很沮丧 他说 耶和华我记五子 你还吃我什么呢 搞了大半天 你不是说我要成为 你不是说 我要成为大国吗 你不是说你要赐福我们 我是很有钱 但是我没有孩子 我没有孩子 我的仆人 以利以谢要继承我 你祝福有什么意义呢 你祝福我不祝福到 我的仆人吗 他很沮丧耶 神对他说 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 以利以谢必不成为你的后裔 你自己生的才是 可是他已经年老了 然后那句后 于是 这就创世纪十五章五到六节 于是 听他走到外边 说你向天观看 数算重心 能数得过来吗 亚伯拉罕 不要在里面垂头上去 我要祝福你 你也提不起劲来 搞什么吗 走出来 离开那个帐篷 向天观看 数算重心 开始数 数给我听 一二三四五六七 数数数数 我在南非数过一次星星 效法亚伯拉罕数星星 南非那个沙漠的草原里面 数星星 数到说乱了 神对他说 我告诉你 将来你的后裔也要如此 数都数不过来 像你数星星一样 圣经怎么说 圣经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他为一 你知道当亚伯拉罕很沮丧的时候 神叫他 叫他出来 向天观看 让他开始数星星 然后呢 他在数的过程里面 整个满天星头的异象 映入在亚伯拉罕的脑海的当中 然后神对他说 你刚刚数那么多的星 数都数不清楚 那就是你将来你的后裔 神给他一个梦想 那弟兄姊妹们 梦想带来信心 梦想带来信心 要不然就信 信耶和华 梦想带来信心 信心成就万事 哈利路亚 贫穷不是问题 对基督徒来讲 贫穷不是问题 没有梦想才是问题 你知道人没有办法脱离贫穷的原因是什么 我帮助很多穷人 我帮助一些软弱的人 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没有梦想 他们接受了贫穷 他们说 他们说没有用的 努力有什么用 我注定贫穷 他们接受了 他们叫他们要改变 改变没有意义的 我注定就是贫穷 叫他们好好学习 哎呀没有用的 我就是贫穷 谁叫我要出生在这个家庭 谁叫我爸妈父母 留给我这些债务 谁叫我读书读不好 谁叫我笨手笨脚 他们又可以找到很多的 谁叫房价长得这么高 谁叫这个社会是全球化 他们讲很多的理由 他们接受贫穷 每个月钱都花光光 我发现在帮助 帮助贫穷的人的时候 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没有梦想 他们已经接受了贫穷 我发现这是贫穷最大的问题 如同神说 他要大大的赐福亚伯兰 亚伯兰一点都不兴奋 你要赐福我什么 我又没有儿子 有意义吗 亚伯兰已经失去了 成为大国得大名 祝福万国的梦想 他已经失去他的意想 因为那个儿子始终生不出来 神灵大道走出帐篷 创世纪十五掌 向天观看 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向天观看 让我们效法亚伯兰 让我们向天观看 你要看见神在你生命中的梦想 你要看见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 你要看见像亚伯兰一样 属星星一样 亚伯兰因此有了信心 梦想带来了信心 而信心成就万事 梦想来自于神的应许 你知道现实很残酷我知道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怎么帮助 帮助没有盼望的年轻人 很多人跟我说 牧师我这一辈子再怎么努力 我也买不起房子 牧师我再怎么努力 我有没有办法还钱 我父母给我的债务 牧师我是月光族 我没有办法存钱 我连吃饭都有问题了 我连学费都缴不出来了 你看房价长成这样 你看薪水这么低 你看贫富差距拉得这么大 存钱很难 父母还留下债务 房价这么高 工作这么难找 现实让人绝望 无论你贫穷的原因是什么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要相信基督徒不可能贫穷 因为神给你的应许 是让你成为富足的人 因为耶稣知道你的贫穷 因为耶稣知道你的债务 因为耶稣知道你原生家庭 带给你的痛苦 因为耶稣知道你在这个世界里 你已经失去的梦想 失去的盼望 但是当你信耶稣那一天 当你成为基督徒那一天 你要用信心来相信 抓住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告诉我们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神为你的贫穷上的十字架 耶稣是完全基金 完全赤肉 祂一无所有 祂被挂在十字架 祂是那是绝对贫穷的一个记号 但是祂的贫穷要代替你的贫穷 因为祂的贫穷 你可以成为富足 哈利路亚 所以你要抓住神的应许 梦想来自于神的应许 不要再讲那些贫穷的理由了 你是神的儿女 你要用信心去拥抱一个富足的梦想 富足是神的恩典 是神对你的旨意 梦想带给你信心 当你抓住神的应许 勇敢地做梦 梦想带给你信心 信心带给你行动 你会开始勤奋地工作 因为你一个有梦想的人 你会开始存钱 因为你知道神会祝福你 你会谦卑地学习 因为你知道在神外事都可能 你会看见神超自然的成就 你会成为一个富足的人 哈利路亚 当我观察一些从贫穷出来的人 原生家庭很贫穷负载 我有这样的朋友 当我最近阅读一些 一些很贫穷的人 他们翻身了 他们现在成为很有钱 很富足的人 当我看一些 研究 看到一个人 怎么能够成为 卓越有所作为 从很艰困的环境里面 我告诉你 我看到一个 共同的一个结论 共同的一个结论 就是 他们都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不管学者的研究 真实的见证 基督徒的故事 一般其实特殊其实都一样 我看见共同 最后一个重点就是 他们都是一个 有一个积极的梦想 他们渴望脱离贫穷 要成为一个有钱的人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有信心 贫穷最大的问题 是没有梦想 当你拥有一个 从神来的梦想 像亚伯兰一样 梦想带给你信心 而当你里头 充满着信心的时候 你要用肯定的信心 用肯定的信心 宣告出神的应许 用肯定的信心 宣告出神的应许 因为话语带着 强大的力量 话语带着 强大创造性的能力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新加坡 到FCBC 看到他那个会堂 不大只有七八百人而已 我看到他的喇叭 看到他的舞台的设计 这快三十年了 1995年左右 94年左右 我站在那里 我看着 我说神啊 我当时还是神学生啊 我说神啊 有一天 我要建立一间这样的教会 跟FCBC一样 有这样的一个会堂 有一流的设备 这是为什么 我们的第一个喇叭 就是没有上的喇叭 当我拥有一个会堂 我美梦成真 当我到Hewson 我看到Hewson的敬拜 哇 那conference的时候 我心里想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 我还想Hewson这样的聚会 Hallelujah 那时候灯光到底在哪里 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梦 我哪里想到这么快 神我们预备的红会广场 一千人的聚会 我告诉你 拍出来 人家还以为在Hewson 看照片没到现场 跟Hewson一模一样 如果你看照片的话 那其实那只有一千人 但是很棒的一个场地 我们已经在那里聚会好几次 我现在有一个梦想 我也渴望有一块土地 让我能够盖Hewson的营地 经历神的营地 养老院 上帝要给我一块地 让我拥有一个庄园 不要跟神要赐好的 要跟神要最好的 我们教会都是用好东西的 为什么 神配得 让我们用最好的去荣耀祂 从一个梦想开始 当我看见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我常去看 因为当我看见的时候 当我看见的时候 我里面开始产生信心 主啊我也要 我也要 我也要 许多年前我在祷告山 两千年的时候 祷告山有一天早上起来糊里糊涂 我走错的场地 不是我们华人的场地 是一个祷告山 一个千年聚会的场地 那里坐得满满的 上千个年轻人 清晨六点钟在那里敬拜 全部都是大学生 我走错的场地 我坐在那个后面 我看那样他们的年轻人 三千的年轻人在祷告山 六点钟在那里敬拜 我眼泪都流下来 我说主啊有一天 有一天我要看到 在华人的教会里面 我要看到 城前的大学生 在神的面前敬拜 在清晨的时候 我不会忘记那一天早上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 流泪祷告 我们快要完成这个梦想了 哈利路亚 当我们看France开始 我一定可以看到 当你看见 就像神带亚伯拉去数星星一样 当你看见 你回不到从前了 你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梦想带来信心 然后你用肯定的信心 宣告出神的应许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神创造性的大能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你是神的儿女 你是基督徒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的工作 让你举所不举位 举上不举下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你要还清你生命中所有的债务 所有的债务都要还清 并且你要绰绰有余 这是生命纪28章的应许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你要有丰盛的人生 你要拥有自己的房子 不要一直说不可能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你要为神来做梦 哈利路亚 如果你想要脱离贫穷 你第一件事情 拿走你思想中贫穷的思想 那个贫穷的惧怕 你是神的儿女 神对你的命令不是贫穷 神对你的命令是富足的人生 神要你有钱 有平安 知足感恩 慷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是最重要的 我要鼓励你成为一个有梦想的人 你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鼓励你对家庭要有梦想 对婚姻要有梦想 对人生要有梦想 而且我要鼓励你 不要选择那次好的 要选择那最好的 向神大大的掌口 你渴望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渴望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来到神的面前 抓住神的应许 为神勇敢的做梦 是跟神要最好的 哈利路亚 好不好 弟兄姊妹们起立 我们一同要来敬拜 然后我们今天要有很好的祷告 敬拜坛 带我们来敬拜 祝你 你永连保守你所爱的 你扶贫永远不离不弃 你将我藏于你的空气 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凭着信心领取 你风声的应许 世界也不能夺去 全美好的质疑 我凭着信心领取 你愿别也不止心 你愿别也不止心 感觉美好意 世界全都荣耀 全都归离你 再一次来宣告 我等候主我相信 祢爱我永不放弃 世界也不能过去 生美好的旨意 我等候主我相信 祢是一道我无敌 感觉美好一世曾经 我全心 全意尽百里 阿宝明请开口来祷告 为祢自己来祷告 你用肯定的信心来宣告 抓住神的应许为神来做梦 梦想是来自于神的应许 你要用肯定的人信心来宣告 我们一定不会贫穷 神的儿女没有贫穷的问题 恢复祢的梦想 恢复祢的意向 断开那所有贫穷的思想 奉耶稣的名宣告 祢在祢的工作上 上帝让祢居首不居尾 居上不居下 上帝为你开一个分阔的 平坦的 有功效的门 上帝要帮助你 不管你有多少的债务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主要基督徒是不健在的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 祂已经还清了我们一切的债务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耶稣 耶稣帮助我的弟兄姊妹 主要让他们可以还清他们所有的债务 不仅如此让他们戳戳有余 让他们戳戳有余 让他们过一个戳戳有余的丰盛的人生 耶稣那许多没有房子的人 主啊我也祝福他们 耶稣让他们每一个人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房子 耶稣让他们看见耶稣有很多的人 耶稣渴望有一个家庭 上帝啊我求祢祝福他们 耶稣让他们为神做一个梦想 要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 让他们跟上帝要最好的 跟上帝要最好的 主让他们有团定的话语 大大的宣告 耶稣我们相信所有贫穷的思想离开我们 耶稣已经代替我们 在十字架上 祂已经断开了一切贫穷的咒诅 耶稣我们赞美祢的名字 谢谢主耶稣 大高峰耶稣基督的生命祈求 我凭这些心灵痴 以风生的一世 世界也不能夺去 神美好的事业 我凭这些心灵痴 你人天永不知心 感觉美好意 是全球荣耀 全都陪于你 世界上有许多人都渴望成为有钱人 曾经我自己也是 我渴望能够成为有钱人 这是为什么28岁进入股市 我祷告 当然神祝福我 可是我里头的生命不成熟 无知贪婪好胜 赔光所有的钱 过了好几年 很贫穷 很窘迫的生活 并不是说我们想要有钱 我们就一定可以成为有钱 十个人里面想要有钱 大概八个人并更贫穷 大概只有两个人可以成功 最主要是 这种我们想要有钱的梦想 是从世界来的野心 所以我们落入贪婪 不择手段 贪婪跟无知连接在一起 我讲的就是我28岁的我 有时候想让我能够时光倒流淡 让我年轻的时候能懂这些该多好 但是你会看见一件事情 我们要成为富足的梦想 不是从世界来的野心 我们要成为富足的梦想 并不是要在世界里超越谁 不是 我们成为富足的梦想 来自十字架的音许 哈利路亚 这是不一样的事情 神没有要你过贫穷的生活 你不是渴望超越别人 那是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 当你成为基督徒 开始拥抱从神来的梦想 不管你贫穷的理由是什么 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 当你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 抓住神的梦想 用信心的话语宣告 你会看到超自然的祝福成就在你的当中 这是从神来的梦想 你会真正的付出 所以我今天 我要邀请在我们中间 不管你在哪里 你听见这个信息 我想对你说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一定要信耶稣 就算你很有钱 充满着恐惧 还是不满足 对别人苛刻 对自己苛刻 这也不是真正的付出 你需要耶稣 或许你在原生家庭 或者各样的原因 有现在贫穷很大的一个痛苦力 不知道怎么能够脱离好大的重担 你要信耶稣 当你信耶稣 你成为神的儿女 你开始拥有一个付出的梦想 把债务交给神 你会看到神要帮助你 还清你一切的债务 让你成为一个得自由的一个人 你要相信耶稣 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世界 乱抓来抓去那些梦想 不是 从神来的梦想 好不好朋友们 你闭上眼睛 不管你在哪里 闭上你的眼睛 我数到三的时候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 不管你在哪里 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今天你要信耶稣的 我数到三 请你把手举起来 脱离贫穷 成为负穷 一 二 三 请你把手举起来 我相信一定有这样的人在各处 好不好 跟着我们来祷告 如果你举着手 举着手 跟着我来祷告 今天你要成为神的儿女 今天你要脱离贫穷 成为负主 今天是一个开始 跟着我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向你承认 我是贫穷的 不管是邻里贫穷 还是物质贫穷 我都需要耶稣 我要成为富足的人 在基督里 拥抱一个富足的梦想 我要成为神的儿女 我要成为神的儿女 一个富足的神的儿女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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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决志信主的朋友 恭喜你成为神的儿女 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 为神勇敢的做梦 要成为富足的人 上帝赐福你们 上帝赐福你们 下个礼拜要分享 成为富足的七重的应许 所以很重要的告诉大家 如何具体的去做 去拥抱神的梦想 上帝赐福大家请坐